大家週末愉快 我是老船長 台北股市 今天小漲 各位看到沒有 小漲147點 成交量不錯 4700多億 但是可以說是幾家歡樂 幾家愁 這一陣子00940 非常的夯 可是各位很少聽 我在節目上分析 那就有很多人打電話 來我們公司 希望老船長 能夠分析一下00940 因為他們 聽到其他老師講了半天 他們也聽不懂 那我這個開大門走正路的分析師 對00940有什麼看法 我只能說你們打電話進來的 這些人是算怎麼樣 行啊來 很內行啦 那我之所以不講 是因為00940關我什麼事 對不對 可是既然有人有這樣的一個要求 我今天特別在週末假日 跟大家講一下 我講法跟別人不一樣啦 別人他們就是這個人這樣講 那個人這樣講 大家跟著學 然後講的都一樣 鬼扯淡 所以這一集 幫老船長轉發分享出去 對不起 並且要按讚 為什麼 我都這麼努力了 對不對 這個講這個關我節目什麼事 我還是照樣講嘛 那你幫我按個讚 0.1秒你都不肯嗎 幹什麼 現在按還想要LINE 好啦 那這個00940 無非就是花錢 挺好 我用比較大眾的語言講 你才聽得懂 就是花錢買了鞭炮 去給人家點 你聽得懂吧 老船長什麼意思 或者是 你被人家賣了 還幫人家數鈔票 真的 全國分析師 沒有人像你這樣講的 老船長 怎麼只有你一位這樣子分析 我問大家 在低檔的時候 為什麼不發行00940 為什麼 沒有人要買 你知道散戶的個性 就是一窩蜂 應該說台灣人 就是很喜歡一窩蜂 台灣人是全世界 最愛排隊的民族 你不信 那個蛋塔 對不對 來台灣 哇 然後就掛 為什麼 大家喜歡一窩蜂 哪裡人多 哪裡排隊 是不是 我個人 我講我個人 我個人只要看到 覺得我要去吃東西 排隊排很長我就不吃了 對不對 因為很多我們都知道 沒什麼好吃 就是以而傳而 明白嗎 那00940 它的這些成分股 現在已經兩萬多點了 要拉上去很難 對不對 大家就想 我把這些股票 給它框起來 叫一螺框 你們都來來來來 都是全職重的股票 對不對 全職重的股票 買不動怎麼辦 我就叫一堆散戶 螞蟻搬向 然後去買00940 就用這些錢 去怎麼樣 拉抬這些大型股 對不對 那指數今天漲到 已經兩萬幾百點了 這些大型股 為什麼上不去 為什麼 你去想 用膝蓋想就知道了 對不對 所以每一個 譬如說00930 這個 看到沒有 它今天位階在這 對不對 未來呢 00940 大概跟它漲得 也不會差太多 都套牢 那老甩牢套牢 一定就完蛋嗎 也不會 因為這一些都是 一螺框的基優股 然後 聽說00940 它就每月配息 大家就想 哇這個真好 每個月都可以有息 不用等一年 對不對 所以造成搶購的 重大的原因之一 也是因為每個月配息 那又怎樣 如果沒有辦法配的話 你去買它 不是白搭 保證配喔 是不是 所以我說 像我如果是散戶 我就不會去買 這種ETF 幹什麼 對不對 你們要知道 ETF它是 被動式超盤 這些股票漲它就漲 這些股票跌它就跌 你沒得選擇 知道嗎 這個叫做被動式的 什麼叫主動式 主動式 我自己拿錢來超盤 我買進賣出 我自己就做決定 對不對 我看它要跌的時候 我先賣掉 對不對 這叫主動式超盤 你明明看這些ETF裡面 一螺框的股票 今天都要跌了 你也怎麼樣 你就看著它跌 對不對 那ETF也不可能把它 這些持股砍掉 這個 在這個學術上叫做 被動式的超盤 那我個人是不喜歡 這樣大家懂意思嗎 好 那你既然買了 對不對 你就等著套 不是 你就等著 反正這些都是基歐股 也沒有錯啦 只是說 未接買錯 在2萬多點 你去買00940 來要搞仇啊 對不對 低檔的時候你要去買嘛 就像 最簡單的0050 最早發行的 你低檔去買啊 0050 有沒有 各位看到沒有 好 那去年0050對不對 長這個樣子嘛 沒人要嘛 哇 標翻天了 賺翻了嗎 你非要怎麼樣 00930 有沒有 那它高檔的時候去認這種 什麼 00930 要不要00940 幹什麼東西呢 所以我就講這個是未接的問題 在這個未接你去買就是怎麼樣 欸 拿錢買鞭炮給人家放嘛 就這麼簡單 但是你也沒有錯啦 因為 這些都是一螺框的好股票 或許用時間 你可以換取空間 明白嗎 那個太慢了啦 對不對 你搞了半天 你最後算我才賺幾%而已 還不如怎麼樣 來選一些好的股票 當然啦 我講的不一定都是對的 只是 我敢講我的分析 會比較白話一點 會比其他所有的老師 要來的實際 要來的好 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懂 他們看那個人怎麼講 他就跟著學 鬼扯淡啊 這樣大家懂 因為我在股市的時間 非常長啦 從0050 發行的時候 我們早就已經在市場 待了不知道多久的時間了 我看太多了嘛 對不對 大盤好 0050漲 大盤不好 0050跌 再給你看一次啊 你不服氣嘛 來 0050 有沒有 現在大盤在2萬多點啊 他是不是跟大盤同步 因為他裡面 一螺框的股票 都是權重股嘛 聽得懂意思吧 這沒有什麼 有人覺得 哇 ETF好神奇喔 選出來特別 精品店 裡面都好股票 鬼扯淡 那包在一起 券商就靠這個賺錢嘛 對不對 這樣大家懂意思吧 好 我算是有跟大家報告了 到現在還不按讚 什麼意思啊 對不對 好啦 那你買了就買了 買了你也不會參加投顧嘛 對不對 你都買00940了 讓那個幫你操盤嘛 對不對 你的結果就是套 很簡單 所以我說這個事情 跟我們投顧沒有什麼關係 我又懶得講 但是呢 本節目 秉持著為大眾服務的精神 是吧 我也沒有那麼 其實我常講 人家都做生意 我老船長做公益 我常常這樣子啊 對不對 對不對 就像當你 你被人家騙了 亂七八糟的時候 是我跳出來跟你講說 如果 你的老師跟你說 一檔股票 他可以賺幾百% 趕快去地檢署告他 對不對 一定是詐欺啊 你知道一支股票要漲幾百% 是要漲幾倍的意思 這個小學數學大家都懂 一支股票要漲幾倍 要花多久的時間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對不對 可是呢 135246很少聽他講 偶爾就會有一天出來說幾百% 不是詐騙是什麼 我講話我負法律責任啊 哪一個投顧老師敢來跟我說 他買股票代會員可以賺幾百%的 哪一個敢 你叫他來跟我講嘛 對不對 我馬上去地檢署告他 胡說八道啊 對不對 那這也是我在保護你們啊 有些人還沒有參加 還沒有被騙的 哇 老船長破解了 他就怎麼樣 避免走向歸零高之路 再去工作 12356年又回來了 哈哈 你看講得多順 講了十幾年了嘛 對不對 那麼 我的測標寫得很清楚 就是說一支股票 他怎麼樣 哇 大漲 對不對 有分兩種嘛 最近都這樣嘛 一種叫做 看清楚 叫掛 挑起啦 一種叫做什麼 小 叫做喜 對不對 老船長你舉例啊 對不對 我當然要舉例啊 不然你聽得懂 對不對 什麼叫做掛 注意聽好啊 全國只有我在講 也只有我敢講 別的老師他看不懂 他胡說八道 掌他就看好 對不對 好來 3661 我最喜歡拿這個股王來 來怎麼樣 來解 各位看到沒有 這一段到這邊 四千幾百多就炒完了 因為我在四千幾百多的時候 我告訴全國的 看我節目的觀眾一個真相 我說這一支股票 一旦他回頭 這邊還沒回嘛 一旦這邊叫做回頭了 因為破了嘛 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跌破這個支撐了嘛 所以一旦他回頭了 我說這個股票就會完蛋 就會掛 為什麼 第一個炒完了 第二個呢 他的本益比 已經是超高到不行了 公司雖然賺錢 但是他的本益比超高了 像這種呢 就應該是怎麼樣 掛 各位 那你看今天有沒有漲 有啊 今天四星KY有漲 老船長你不漲眼睛是不是 對 我不漲眼睛你不漲大腦 這邊有沒有很神勇 各位 有沒有 這一根強還是這一根強 哇 這根超級無敵強啊 還沒有上影線呢 接下來要往上噴了 然後呢 細 有沒有 你這個算什麼東西啊 反彈 讚讚賣方 我解完啊 全國哪一個分析師敢 像我這樣子講 沒有啦 哎呀這個股票好厲害喔 還是看多好 不要講他不好 對不對 等他漲上來再拿出來騙 都是這種心態 那你們這些人 有的人在裡面 對不對 我在這邊就叫你們 要小心要跑 你們不跑 對不對 現在死了嗎 哎呀 當初老船長真的有這樣講耶 我們都覺得他在唬爛 因為全國只有他一個老師喔 說這支股票本益比過高了 千萬不要再去買了 那老船長一個老師 怎麼比得上 所有的這些老師呢 對不對 但是現在想想誰對 導播 古海茫茫茫茫茫 您需要一位頂尖領航者 古海老船長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 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 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制服關鍵 顧德頭顧老船長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德頭顧諮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顧德頭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 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享操作為您累積財富 金融市場位居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更專業的團隊 但您避開風險 再創財富巔峰 顧德頭顧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那老船長 什麼叫做洗 叫做洗 看這一支 對 就是喜歡舉例他 你不服氣啊 八冠 有沒有 我說過這個不是跌 他是配五塊錢 所以這股票應該是往上的 對不對 然後兩天壓回 亮縮很漂亮 看到沒有 亮縮壓回很漂亮 本益比有沒有過高 當然沒有 這股票有沒有創高 也沒有啊 你看不見喔 這裡叫做創高 這裡有叫創高嗎 來四星KY 四星KY叫創高了吧 我講話是有邏輯性 不是胡說八道啊 第一個 你創高 本益比超高 對不對 只要你壓回 你破了那個支撐 就是一個字 掛 你後面等著看四星KY要跌去哪裡啊 然後呢 你再看八冠 就符合我講的 第一有沒有創高 沒有啊 對不對 第二本益比呢 本益比過低啊 聽得懂嗎 像這樣的股票 壓回又怎麼樣 亮縮 不過我講一句比較開玩笑的話 那個投信有點帶賽 為什麼 這兩天喔 投信喔 這一天買 昨天又買 投信買兩天跌兩天 哈哈 這些基金經理人腦子裡 大概有問題啊 他們也很年輕嘛 對不對 也不懂股票市場 反正那個錢也不是他的錢 對不對 哇聽到市場上在講軍工了 哇手上沒有軍工的股票 啊又規定不能夠買雷老虎 雷虎啊 因為雷虎虎 虧損公司啊 對不對 投信規定不能買這個 虧損公司的幾乎是所有的投信 聽得懂吧 我昨天已經講為什麼了 你去看我昨天的節目 投信 為什麼不能夠買虧損公司 所以他就來買八貫啊 但他第一個量買的不是很多 第二個呢 他呢就是在聽到怎麼樣 軍工股創新高了 然後怎麼樣 他手上沒有了 我在想是這樣的 連續買了兩天 所以投信的超盤能跟散戶 是沒有兩樣的 他那個基因經理人 基本上他就是一個散戶 你不要以為他很厲害 那都小鬼 年輕小鬼根本一張股票 都沒買過的 是到了投信 從研究員做 做到超盤能 反正不是我的錢嘛 他就怎麼樣 追高就追高嘛 你聽得懂嗎 好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講 有的時候啊 投信他雖然買的高 但是啊 投信啊 他有個優點 這個全國分析師 只有我知道 我今天就跟你講 所以你這個節目啊 一定要轉發出去 然後按讚 你在別的台 別的所有的什麼網路頻道 你都只會聽到什麼鬼扯蛋 大傳掌停板鎖 都詐騙了 你來我的節目 你才會聽到真相 這個投信啊 是這樣 我舉個例子 假設我是基金經理人 我手下的這個基金啊 規模假設是 30億好了 那算是小咖的 有些基金經理人 他手下的這個基金啊 超過百億的 那各位看 八貫的 股本才7億多啊 那基金經理人啊 他如果操盤的績效不好 一整年評估下來 他可能第二年就滾蛋了 滾蛋你聽得懂 會齁 在地上滾一滾 然後滾出去 叫滾蛋 對這個很簡單 你不用講好 所以呢 你如果是基金經理人 你心裡想 我來買八貫 對不對 我一個人的力量 而且 投信喔 他的基金 不是說你這個 你假的管30億 30億全部買八貫 不能這樣 他有規定 每檔個股不能夠買 單一個股不能買超過多少 你們自己去看法規啦 所以說 他買的量呢 可能怎麼樣 還不足以啊 將這股票 雖然是GEO 都拉伸上去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可能基金經理人啊 私底下總是有一些好的 這個同袍也好 朋友也罷嘛 都是基金經理人 大家就出來吃飯 他們也很有默契啊 你最近看好什麼股票 我最近老覺得軍工不錯 你買什麼 那個雷虎跟那個保育總隊 都不能買啊 對不對 一個虧損一個賺一咪咪啊 公司啊 不會過 因為他們要買什麼股票 他們要寫報告 過了 公司才讓他買 投信他有一些程序在的 懂嗎 好 那當然這是為了保護投資人 為什麼要保護 我昨天那一集有講 你們去看我昨天節目 然後呢 那你買什麼 我買八貫 另外一個就說 你覺得八貫怎麼樣 我研究結果 基本面超級無敵棒啊 這個地方被低估 而且股價在腰部 距離頭部 還有很大一段 那很大一段的話 如果這股票上去的話 那有買的基金經理人 他的淨值 他們基金的淨值 就會怎麼樣 漲很多 漲很多 投資人就賺錢 那麼這家投信公司 就覺得你這個操盤很好 那來年你不但不用滾蛋 你還有Bonus 還有績效獎金 各位聽得懂嗎 但是他一個人的力量不夠啊 所以約了幾個基金經理人出來 大家默契 你覺得這個八貫好 我覺得八貫好 當很多家投信 紛紛進來買的時候 這種股票 為什麼我說他一定會大標 因為他只有七億多的股本 基金經理人 他們不會聚在一起說 買台積電神經病啊 台積電多少 台積電2500多億啊 投信根本就拉不動啊 拉不動 這沒有漲的績效不好啊 你哪來的績效獎金啊 對耶老船長 所以他們會看這支股票 所以你們有沒有發現 一旦一支小股票 他也蠻基憂的 一旦被投信鎖馬之後 後面會飆翻天 有沒有這種概念 有對不對 偏偏投信從二月 開始就沒有再買過八貫 他本身持股就很少 只是軍工股最近夯起來嘛 對不對 世界有兩大地方在打仗嘛 打得如火如荼嘛 軍工當然好 你不相信三月份 你出來你看八貫 你的營收會怎樣 對不對 四月又要公佈 這個第一季的這個季報 絕對都是好的啊 對不對 所以投信的操盤人 他當然怎麼樣 就會約好朋友出來 我認為啦 這個機率很高 沒有說百分之百啊 我可不敢保證啊 但是呢我的了解 我對於這個行業的了解 吃飯了解 好啊那八貫不錯 我們也來買一些啊 對不對 這也不算炒作啊 只是大家聊天交換意見啊 對不對 好 那你說這個假設有五六個經紀人 他們出來都覺得不錯 他們都紛紛來買的時候 那你要知道台灣的投信 最少有幾十家喔 不是說你們這幾個人聚在一起喔 對不對 那為什麼 往往投信索馬的股票會很標 因為很簡單 投信經紀人 他們看到有一支股票很標的時候 他會進去看 哇 投信最近大買超 自己手上一張都沒有 那你的績效就會嚴重落後怎麼樣 其他的投信 也就是你會落後其他的基金 那市場上會評比嘛 誰的基金比較會標 你當然就會吸引更多的怎麼樣 資金進來買你的基金啊 所以後面的投信呢 他就會怎麼樣 跑進去買 相對的 如果有一天殺盤的話 投信會互砍的時候 那支股票就會很慘 懂我的意思嗎 那現在是投信剛剛開始買 買了這兩天 當然我開玩笑說他戴賽 他買兩天 他們不怕 他們要買 他們可能就會一直買 而且越來越多加投信進來的話 這一支股票 他就是有機會來怎麼樣 挑戰這裡 各位懂意思嗎 所以我很有信心 因為八貫的基本面太好了 第一季又是他的旺季啊 大家可以等著看 馬上就要四月 四月就要 十號以前公佈三月的營收嘛 我們大家可以走著瞧嘛 對不對 很簡單 世界的戰爭 現在還有人說要發生 第三次世界大戰 那你告訴我 這個專門在生產 這些打仗要用的東西啊 他不會漲 人家的成績單是這樣交的 去年交七塊五二啊 有眼睛的幫我看一下 七塊五二啊 今天怎麼樣 收盤價才這樣 一百三十七點五啊 對不對 為什麼要壓盤 這一路走來他有壓盤 不奇怪啊 這裡不是很多黑棒 洗啊洗啊洗啊洗 洗啊洗啊洗啊 創新高之後 你再把這個加五塊 他創那麼高了 往下壓一點然後量縮 這最標準的啊 下個禮拜量一出來往上漲 就噴了嘛 對不對 如果這個週末假日 剛剛好他們又出來吃飯 是不是 這也不是什麼內線啊 誰規定基金基金的人 不能出來吃飯啊 他們常常這樣出來吃飯 私底下啊 對不對啊你看好什麼 我看好什麼 各自回去決定要不要買而已啊 這沒有內線交易喔 對不對也沒有操縱行為 你看好什麼股票 你跟我講犯什麼法 不犯法 但是大家都會有一個默契在 但是人家回去看 這公司爛得要死 虧損大王 你覺得別的基金基金人會買嗎 不會嘛 那他們如果都買的話 外面有這麼多的投信 這麼多的操盤人 你覺得他們會不會買 我告訴你就是會 所以以前喔 但是一定要小股本 這百分之百一定要小股本 因為投信他們拉得動的是小股本 而且一定拉得動 你聽得懂嗎 拉得動他的 他的基金淨值才會飆 基金淨值飆 他的排名在前面 他年中就會有績效獎金 那你如果買到那種爛股票 一直跌的話 投信後來停損 那經濟人第二年就不見 就滾蛋了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 因為你超不好嘛 那我投信公司 如果去募基金都募不到的話 那我投信是不是要倒閉啊 所以這個是 優關於投信的生存 大家明白意思嗎 首先就是一定要挑非常基優的 那我已經說過八貫 他是非常基優的 我從來不講什麼雷虎啊 今天有沒有人講雷虎 沒有了啦 昨天雷虎長大要講雷虎啊 那專門出來騙老師 昨天講雷虎 今天講不講雷虎 還講不講 今天不講了嘛 對不對 講別支啊 是不是 去講這個了 去講這個了 這個就是一個字 我跟你講要掛的 這個反彈算什麼東西 這裡更強啊 還不是一個字 是 我告訴你啊 他今天就算跌到這邊 他本益比還是超級無敵高啊 懂不懂 這個怎麼上去啊 我告訴你怎麼下來 當然他不會下到很低啦 因為他公司還是有賺錢啊 對不對 去年賺4.5個股本啊 對不對 4.5個股本 我們抓30倍本益比啊 對不對 好給你算40倍好不好 你17800塊已經算是不錯了 今天收盤多少 三千多你開什麼玩笑 好不好 大家趕快 相信老船長 我認為八貫 創新高的機率會非常之大 你聽得懂嗎 他做這些東西 等一下好好看清楚 跟著我操作 否則你現在手上 一張八貫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你又被洗下車了 對不對 好 電話在旁邊 自己做決定 我們下週一同一時間再會 拜拜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期待 未來 未來 絶 如還